我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HS-II Academy的江主任 谢谢大家今天来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相信这个消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振奋 因为也许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不能够给我们实质的帮助 让我们一帆风顺 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不会让这件事情更明目张胆 或者更糟糕 更恶化 对不对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教育 就像这个图片上面讲的 I'm Asian American I have a dream too 就是就是Martin Luther King 就是Martin Luther King的经 他之前讲I have a dream 那我们也有一个dream吗 我们移民到美国 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 不是因为美国是种族 其实我们才来的 当然就是我们觉得这边对我们很好 我们是一个 就是追求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成长 我们才来的嘛 那现在这个法案呢 就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决定 我们当然很开心 可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讲 你们真的不能够就觉得说 从此以后我们OK了 我们躺平了 我们就是一帆风顺了 我们不用再 就是说小心这个注意那个 我跟你讲真的是不行这样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要提醒你们的 不要那么豪杀好天真 然后呢 我今天 就是我们公司接受了这个一个主流媒体的访问 过几天我会把它公布出来 那这个主流媒体的记者就问我们说 我们公司的家长是不是都是有钱人 我们公司的这个代表就跟他很明确的说 我们的家长都是美国本地规规矩矩上班赚钱的一般人 我们的家长有卡车司机 有餐厅的这个服务员 有这个修车厂的工人 还不是修车厂的老板 是修车厂的工人 做小生意的规规矩矩上班的上班族 他们会牺牲坐飞机可以坐头等舱 他们会牺牲豪华邮轮 他们会牺牲名牌珠宝 他们会牺牲名车 他们会甚至卖掉房子给孩子受最好的教育 这个就是我们华人非常重视教育的一种文化 所以呢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句句属实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高兴 而且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继续探讨这个事情 好 那这个事情我们要讲的就是 大学申请审核到底可不可以用种族来作为考量 这就是这整个案子的议题 那这个图片呢 就是这个我之前请你们看了很多次那部电影叫Try Harder 这个洛威尔高中在北加州的旧金山 他们的学校的顾问帮助学生申请大学的这个解说中呢 他就用了这个图片 就是说为什么你的机会会比较少 因为你是亚裕 然后这个这些大学不要把他们的校园变成U.C. Irvine 我之前也解释过了 U.C. Irvine UCI我们开玩笑 就叫做University of Chinese Immigrants 就中国移民大学 所以呢 这个呢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 就是不合适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的说 而且我们的孩子要接受这样这个事实 就这么残酷的事实 就是You are Asian 你就是机会比较少 这个在美国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可是就是好几年以来一直是这样 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令人生气的事情 但是呢 其实在主流他们也做过这个研究报告 大部分的美国人其实是不支持 不支持大学的审核 要使用种族做考量 这个大部分的美国人呢 他们不支持 然后呢 这个支持的就是33个percent 好 那33个percent是什么族裔的人 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可想而知 好 那50个percent的人觉得不支持 可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说 这个族群里面 不支持的当然美籍非裔跟这个拉丁裔 占的是 就说他们会比较多人好支持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东西当然有这个立场的问题 可是呢 亚裔支持的人比例还蛮高的 37个percent 我真的不懂了 你在支持什么 你在支持就是牺牲你自己的机会吗 真的很奇怪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学审核 可是这个可以无限上纲到找工作 甚至各式各样 这个你去房子贷款 或者是说任何的一些机会 是不是不是只是你的小孩 甚至你自己找工作都会受这个影响 不是吗 怎么可以用种族去考虑呢 我们不应该用种族去歧视任何人 不是吗 好 那么呢 我们就要讲到 其实这个哈佛被告的这个案子 其实还有北卡这个大学被告 好 那这个其实他有一个前身 前身就是川普时代 川普总统的司法部 他控告耶鲁大学 录取上歧视白人跟亚裔学生 在2016年的时候 川普上任的时候就告 结果呢 这个案子呢 在半天上台之后就自动撤销 因为他是司法部告 所以国家可以控制 就把他撤销了 所以这个就无疾而终 其实这个案子里头 也有非常明确的证据 好 跟这个现在这个哈佛的案子的 证据是差不多的 但是那个就被撤销了 好 那么这一次发起这个 告哈佛跟北卡 这个大学的这个单位叫做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s 叫做SFFA 公平 学生公平入学组织 他的这个主席呢 叫做这个爱德华布鲁木 这位布鲁木先生呢 他讲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道理 叫做你不能用新的歧视 去弥补过去的歧视 因为以前可能有一些 种族歧视的问题在美国 所以我们要进步 那你不能用新的歧视 再去掩盖之前的歧视 这个就是造成新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一位布鲁木先生呢 实际上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 有带着一个白人女孩子 叫做Abigail Fisher 在德州控告德州大学申请的时候 录取的时候 有歧视他 因为德州那个时候就是10个percent 德州全前10个percent的学生会自动被这个UT Austin 就是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录取 现在是6个percent 那那时候10个percent 那就是说呢 Abigail Fisher 他没有被这个奥斯丁分校录取 他就告 可是他其实是没有达到那10个percent 但是他的科学活动非常的优秀 不过因为他没有达到10个percent 所以这个官司是输了 在2016年的时候就被判输 那有人说这个布鲁木先生就觉得说 用白人可能不大容易隐碎 后来又就是变成找亚裔学生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可是就是说后来呢 在2014年的时候呢 他就用这个Student for Fair Emission 这个组织呢 就是提出了对哈佛大学 跟北卡罗南纳大学的这个录取项 有歧视亚裔学生 就是只有亚裔 他就是说做了一个这个很诉讼 那他就讲说因为呢 哈佛大学他们用了一个叫做 Holistic Personal Rating 就是个人素质评分的系统 让这个系统呢 在这个评估亚裔学生的这个人格特质的时候 就是给了很低的评分 那就是一种歧视 导致他们的录取率就比较低 然后他们还声称哈佛大学有用配额的方式 种族配额的方式去录取学生 变成让我们的录取人数就会比较少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控诉 但是哈佛大学他变成就是说 他的录取是完全合法 因为呢 我都一直跟你们讲 有两个东西就是来害我们的 一个叫做全人士审核 一个叫做多元化 校园多元化 那就是说他就是这两个嘛 那哈佛大学花了两千多万美金的律师费来打这个官司 从2014年呢 这个官司就是一直到2018年才开庭 可是2019年的时候呢 联邦法院呢 判定就是说哈佛大学并没有违法 所以就是当时呢 就是判这个哈佛大学没有输 可是呢 去年呢 2020年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又提出了上诉 然后呢 这个上诉到就是昨天就开庭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结果就是 第一就是北卡罗兰娜这个案子呢 因为总共九个法官 其实我们之前就知道大概会赢 因为就是现在高院的这个保守派法官是多数嘛 当初川普总统任命的 所以北卡罗兰娜大学是六比三的部分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赢了 那哈佛大学因为有一个法官 他本身是哈佛大学的一个 就是这个就是成员 所以他就是不能参与这个 因为有这个利益冲突 所以他不能参与审判 就是这个Jackson 就是这个法官Jackson 那他不能参与 所以就变成六比二 然后也是一样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赢了 那判决的结果就是说 禁止公立跟私立 公立跟私立的高等教育这个机构呢 不可以以这个种族异事招生 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我们 美国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就是说这个用种族招生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是昨天的判决 那大家就很开心了 那我们来回头看一看 这个官司里面有一些证据 所谓的证据就是说呢 像这个就是说 在学术指数相同的情况下呢 每个种族他的录取机会会不一样 好那就是说像最高的学术指数 最棒的学生里面呢 就是10白人被录取是15% 美籍飞翼是12% 拉丁裔是56% 将近我们的4倍多 这个西班牙裔是 拉丁裔是31% 就是将近我们的这个3倍 好然后这个部分呢 就是显示了学术指数 相同情况下每个族异 就会不同的录取 那现在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个学术指数 可以比较的部分呢 都拿掉 所以你不能比较 所以以后你也搞不成 好这是我先告诉你们的 你就是说他都用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 你不能比较 你就没有办法拿出这样的证据 好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第一点 好那哈佛大学他说了 他说我们每一年进6万个申请人当中 我们只有两成的领领 其实这个就是问题 因为美国有两万多个这个高中 我们只有两千个名额 就算你高中第一名 还有全世界这个很厉害的一些 就是申请人都会来申请我们哈佛 那我们就算两万个这个美国的高中 的高中第一名都来申请 我们也只能录取不到两千人 好那其中呢有800个 这个他是成绩都是A 然后3400个SAT满分数学 2700个英文满分 所以就算你成绩很好 那so what 我就是没有办法录取那么多人 对不对 可是呢 OK 我看到这一次呢 很多的这个华人的学生出来 这个案子 他们讲就是来作证 很多都很 真的很多才多业 有一些像是这个 YouTube的网红 有些是这个 就是这个运动健将 不是普通的运动健将 还是蛮 蛮高阶段的运动健将 所以你说我们只有读书 不是这样子的啊 现在我们就是讲说 OK 如果我们的孩子 他们都很好 他们都成绩很好 可是他们各方面的才艺 各方面也都跟别的种族 一样那么好的情况下 我们有没有同等的录取机会 现在我们要讲就是这个 因为呢 根据杜克大学教授的研究呢 他们对于我们的个性呢 就是有一点偏见 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格特质的得分 都特别的低 讲到这个我就要讲一个故事 我曾经有一次呢 去做一个workshop 就是一个练习这个工作坊 就是这个练习 怎么去审核 那当时这个教我们的这个训练师 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 这个审核部主任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要分组 分组 然后我们要对四个学生 做这个审核 那这四个里头没有亚议了 然后呢 四个学生呢 他是各个不同的这个申请书 然后我们要决定 我们这一组要录取谁 那我们这一组要录取的那学生 他就是是一个白人 然后他成绩不错 然后他课程也拿得都很难 然后他课外活动也不错 然后他爸爸是校友 我们就觉得他不错 那别组就是要录取一个学生 他是拉丁裔 那他的数学只有拿到algebra 那他课外活动的一些也有一些 但是呢我们就觉得 我们要录取这个成绩很好的 那那个后来呢 就每个人上去讲的时候 我们就讲说我们要录取这个 那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审核部主任 他就说 可是这个孩子看起来有点内向 有点内向 那我们的 当时我们的主员的反应就说 就我们公司的这个 一个这个 就我先生了 就直接讲 真的非常勇敢 我给他点赞 他就给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的审核部主任 说那请问内向的人 是不用读大学了吗 然后他就 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主任 他就说 内向的人可以去念文理学院 我就觉得这样讲 真的是很过分 就像说你说胖的人就去吃沙拉 你可以这样讲话的吗 这样子真的很过分 是不是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跟他说 然后我们就说 这个拉丁的小孩 他只有拿 Algebra 2 就是代数二的这个数学 他好像会跟不上 他就讲 可是这个孩子看起来很有潜力 请问你从哪里看出他很有潜力 我还真是看不出来 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看学生的潜力 不看他们已经证实的 就是已经达到的成就呢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糟糕 所以其实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我就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我跟你们讲 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 不是现在才有的 好 那我们要讲回哈佛大学的录取的这个 就是这个我有做另外一个视频 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 你们可以去看 我就完整的讲哈佛大学的录取的这个流程 好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呢 因为哈佛大学他的录取流程 最终是40个人做的这个招生委员会投票 所以如果你只是分数来讲 你走到那个流程呢 其实你不大能够被选上 因为每一个人走到那边成绩都非常的好 所以不可能只靠成绩 那就是说你要走到那个地方 还能够让每个人都觉得 哇你好棒 真的也是不容易 坦白说 好40个人 而且你要知道这些审核员都已经见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很优秀的学生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再讲到哈佛大学的校刊 曾经公开的批评压抑 就是一种毫无知感的数学研究员 非常优秀 但是不能够提供大学正在寻找的求知欲 SAT几乎百分 而且全都是A 我拒绝了他 无趣 无趣 他们说我们很无趣 这就跟刚刚讲那个很内向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比较内敛 我们不喜欢呱呱呱一直讲 然后窝窝窝窝这样子 我们的民族性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呢 像这个他讲说他很安静 当然他想当医生 那医生很安静有什么不对呢 对不对 那你每一个人都活蹦乱跳的去当医生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偏见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可是我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对 可是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刻板印象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案子判了之后 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我们昨天看到像加州大学 第一个跳出来公布了一个说明 我们加州大学感到非常的失望 对于这个高等 高等法院的一个判决 那他之前说他没有考虑种族 那你如果没有考虑种族 你有什么好失望的呢 是不是 可是呢 这个是我们去年去休斯顿开会 就是美国招生协会 他就是在那个大厅 他就是已经讲了 这个应该就是会 哈佛会输 我们要这个摔杯子 我们就是要宣战了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种 不可用种族来 做审核的这个局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他心里真的不甘愿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等于是法律是规定 这个守法的情况下 你要这样做 心里是不是这样想 真的不是 好 那你就说了 好了 那你就是这种不喜欢我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提 我是亚裔 好 我已经讲过N次了 首先 你这个就是申请书上 你可以不填你是什么族意 但是你如果不填 你就肯定是亚裔 对不对 你是黑人 你是墨西哥人 你一定甜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呢 这个审核员 可以很轻易的猜出 你是什么族意 包括你住的区域 包括你的课外活动 你的第二外语 好 再来族意 也不是直接加分扣分 我给你们看了这个 审核的这个 就是文件的第一页 下面有一个 就是这个学生是不用付申请费 就表示他是低收入户 所以这个审核员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不是只是族意的问题 还有就是是不是低收入户 是不是第一代上大学 甚至单亲 这些都有关系 再来最重要的师长推荐性 师长推荐性 然后我之前也给你们讲过很多次 这个下面是审核员的合照 这是真正审核员的合照 这不是临时演员 这个就是现在的审核员 都是26岁到36岁的一个族群 他们就是年轻人 非常的理想化 想要拯救世界 想要帮助弱势 他们薪水也不高 做这份工作就是觉得最世界有贡献 所以他们想要去录取一些弱势团体 你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就是这一个族群的人 那现在呢 就是其实共同申请表 common application 在前几周 也因应这个官司会宣布 他们也觉得说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他就是会输嘛 因为保守派的法官占了多数 然后就是说 基本上来说 他们都准备好了啦 所以common application 在前几周 我也跟你们讲过 他们就宣布说 他们有了一个功能 就是说大学可以隐藏 申请人的种族讯息 也就是说呢 你都不要给我看什么种族 我也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因为我知道了 你就可能会告我种族歧视 所以我干脆都不要知道 好 所以其实呢 他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 就是说 在没有看到你种族 在你没有告诉他 你是什么种族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做法 想办法去绕过那个官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是说他们会不守法 但是我是跟你们讲 他们要录取弱势族群的这个议程 是不会这个退缩的 因为像这几天 有很多的新闻出来 就是像这个哈佛 他也很担心说 如果这个不可以用种族来讲呢 我们的这个拉丁裔美籍非裔的学生 就会减少 好像这个之前就是加州在1996年 通过的那个209法案 就是也是禁止平权运动 平权法 那那个之后就拉丁裔美籍非裔的 这个在加大的人口就大幅的减少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很担心说 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 拉丁裔美籍非裔的招生 所以他们会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多去帮他们做宣讲 多去接触他们 然后像我们这一类型的公司 也有去政府雇佣 去帮他们做申请表 教他们怎么 就是建立那个申请大学的 这个中九年级 就开始建立申请大学的 一些课外活动那些东西的 所以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去帮他们竞争 增加竞争力 那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会做的 所以现在来讲呢 你告诉他你是什么种族 不告诉他你是什么种族 已经不重要了 那我刚刚讲到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他现在每一个 非校都有成立一个叫做 这个Hispanic Serving Institution 就是加大要成为这个拉丁裔服务 拉丁裔的这个学术机构 你觉得他成立这样的机构 他会让这件事情就是任务失败吗 他一定会继续推进呢 好那现在讲到这个师长推荐信 跟面试的这个重要性 师长推荐信跟面试 也会让他们知道你是什么种族 因为师长推荐信里头 多半也会提到 或者是说学校的record 学校的记录 面试更不用讲了 你能去了 那肯定就是知道你是什么族裔 所以你不可能可以逃过的 就算是你逃过也没有意义不大的 就算是你不讲你是什么族裔 你的这个就是其他的人格特质 其他的这个家庭背景 都是可以让他猜得出来 那最重要的呢 像这个老师给学生的人格特质打分 在这个申请书上 也是他们参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顺便跟你们讲 学校尤其是加州的学校的顾问 很多都是拉丁裔的 那加州大学的申请的这个审核部 都是拉丁裔的 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件事情 不好 而是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你们必须了解 那么呢 这个老师给学生打分 在这个申请书上呢 包括了学术成就 求知的这个热情 写作的质量 创造力 有效的课堂讨论 被教职员尊敬 你被教职员尊敬 不是你尊敬教职员 是你被教职员尊敬 你这个小孩子要多 多棒才会被教职员尊敬呢 好守纪律 成熟自动自发 领导才能正直 对挫折的应对 关心他人 自信 主动 独立 跟整体评分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真的有一点难 如果说你的小孩 平常都不跟老师打交道 好 那很多的东西都是偏见 像我们刚才 我跟你们讲的例子 就是看起来很内向 这个问题就是真的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 其实坦白讲 我们的孩子都会晚一点 才开始真的展现 他们的人格特质 一般来说 好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教育的方式 也希望孩子不要 从小就是说 少发表意见 少说话 所以这个就是文化上的差异 好 那 另外呢 会发生像这个 有一个叫Fair Test 就是公平 他叫公平考试组织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什么东西公平了 他这个组织呢 就是一直不断的证明说 考试就是一种种族歧视的事情 包括就是高中毕业的考试 包括各式各样的考试 反正考试就是不对就对了啦 我觉得当你说考试是种族歧视 你是不是在讲某些种族的这个人 他们的智商不好呢 你这样子才是歧视吧 你这样子讲 是不是就说那些人就是考不好 这样子是不是否定他们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拉丽美极飞翼 他真的也可以表现得很好 如果说他有对的环境 从小去栽培他 也是可以就是很优秀在学业上 我也看过很多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做公平 然后那anyway这个组织呢 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然后很多的经费 现在呢就是说有1900所美国的大学 已经被他们推了 就是说SATACT就是可选式的申请 然后到处继续到处推 他们的工作就是说做各式的研究 就是说你这个就是测试的结果 就是某种种族特别高 某种种族特别低 所以所以考试是一种种族歧视的事情 你这样子的结论是不是真的很好笑呢 反正这个考试呢 一定是会越来越减弱它的重视度 没有办法 好这个是没有办法 那甚至呢 一些高等的数学 高等的课程 像这是我们去开会的译程 他这个译程主要要讲的就是说 维基分是一种种族歧视 所以像现在加州的这个新的 这个数学的这个教纲 也是要把高等的数学尽量减弱 因为数学是一种种族歧视 好因为大部分去拿维基分的 大部分都是亚裔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种族歧视 这个真的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好那现在呢就是说 这东西既然都是种族歧视 所以就是不能够太重视他们 所以这个也是未来会发生的 好那再来呢 也会发生的就是这个校友优先录取的政策 像很多大学都已经开始纷纷抛弃校友 好就是说以前的话你是校友 你的小孩子有比较高的机会录取 好那当然如果你是校友就觉得这样很好 如果你不是校友就觉得为什么要给他们优先录取 这个是每个人立场不同 可是在以前大学 他们喜欢录取他们的校友的小孩 因为校友的小孩录取多半会去报到 好不会放弃那个录取 第二就是校友可能他都长期捐款给这个学校成了一个好朋友 好就是一个就是长期的这个资助 好所以这个现在他们可能会抛弃 但是大笔捐款的人可能应该舍不得抛弃了 好但是这个呢我觉得是未来的趋势 那有些人会说 我觉得校友就你就是不应该加分 那如果你的小孩子他进了好大选 你不希望你的孙子被加分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当然是你的立场不一样 可是这个我觉得肯定会被消灭 会被消灭 为什么因为他要把这个位置空出来 给这个他们要收的那个族群 对不对 因为你既然不能牺牲我们 你就只能去就是说牺牲一些可以牺牲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 好那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美国的大学审核呢 是一个全人式审核 全人式审核不是比分数 好这个就是你的学校的成绩 你的课程 你的学校的难度 跟你的像标准花策 是有一些学校optional 你还是要掌握这个部分 你的采影的课外活动 申请论文推荐性面试 还有一些你不能掌控的 一些条件 那这些条件还会不会存在 我不知道了 但是目前来讲还是这样子的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打开Q&A的box 等一下这个Chen Carver面试官 Patrick Coppia先生会来给你们回答 好 那好 我们现在就讲回了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 给家长的建议 第一不要作弊 不要造假 因为有一些部分的华人家长部分 少部分 作弊造假 请人帮忙考试 请人帮忙写作业 Oderway帮忙写作业 然后这个帮忙写申请的论文 帮忙造假这个课外活动 这个真的不要 因为其实我每次去开会 我都觉得真的很痛苦 因为他们讲到这一块的时候 我心都很痛 因为那个就是讲到我们自己的族群 当然不是我 可是我是华人 所以这个因为你照讲 他们都知道 其实真的不要再自欺欺人 第二个 不要迷信教育偏方 什么是教育偏方 就是像我这个右边 放这个 很多家人就觉得 我们去那个什么下校 就可以这个 等于就上了直通车 就可以去那个大学 人家像史丹佛 他就明明写在那里 你参加我的下校 不会增加你的入籍机会 我也不会比较喜欢你 你参加这个下校 就是去学习 然后利用这个学习的机会 你可以学到什么 还是你可以发展你自己 那个是两码子 是你不要觉得 这个就是你的教育偏方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要相信 这些教育偏方 后来你没有进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人家大学又没有说 这个下校可以给什么神奇的功用 是不是 是你自己把它神化了吗 然后再来 我要给加州的家长 真的请你们醒一醒 真的我要提醒你们 加拿大已经真的 就是第一时间宣布了 他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有这个议程 要多收拉丁语 你们还看不到吗 你们为什么要一直坚持 小孩子一定要留在加州读加大呢 当然你们申请还是可以申请 可是你们为什么就不能 申请一些外州的学校 或者是本州的私立学校 当做一个这个安全措施呢 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呢 等到小孩子加大 什么都没有进的时候 你们才来找我们求救 真的 我真的很痛心 我真的不要再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你们可不可以醒一醒啊 而且现在申助学金 申请都很便利 很多我的家长申请外州的私立学校 甚至本州的私立学校 都比加大便宜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就觉得 加大就是最便宜呢 不是这样明明就不是这样嘛 你们为什么不能听我的话呢 这真的就是一个很让人生气的事情 然后呢给学生的建议 你们一定要有独特的科外活动 然后要多参与社区服务 掌握好面试的机会 然后营造出有意义的推荐性 并且展示出你们学习的激情 这个我今天不详细讲 因为我有另外的视频是讲这个的 然后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 你们就是可以自己去看 好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能再做那个刻板的那个 亚裔史读书的书呆子的这个学生了 不能真的不能好吗 好那我们公司呢 在这个行业二十几年呢 我们已经帮助了这个几万个学生 就是递了这个申请大学的文件 然后我们已经就是可以 就是说证明我们可以帮助学生 二到四倍的录取机会 这是用我们的经验去累积出来的成果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大获全胜 在这么难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录取真的就是业界第一号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 进了顶尖民校 但是我在这边要讲 我不是腾校推销员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腾校 我们公司是让学生进入 他们能够进入的最好的大学 譬如说如果你成绩真的非常差 你能够进一个中等的大学 也是真的很很棒啊 对不对 上国有很多学生 他成绩非常的差 他进了中等的大学 他的人生从此也改变了 所以不是说来我们公司就是一定是 要去哈佛指南风 不是这样的 这样子你就搞错了 我们是帮助学生进入 他们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 然后我们在他们青少年的过程中 非常的confused的过程中 提醒他们要focus stay focus 就是集中注意力 然后做该做的事情 不要lose focus 然后有一些心事 也可以跟我们的顾问 就是有一个聊天的对象 大哥哥大姐姐给他们做引导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公司的真正存在 像这些学生很多都是被way list 然后我们协助他们争取 就是这个转正的这个机会 这个是我们最新转正的这个名单 像这个swathmore这个学生 他不是我们做的申请书 他只是来找我们写一篇 就是说如何争取转正的机会 然后他就赢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